这首乐曲是一首很有意思的五指二次重音乐曲 大部分弹唱的同学都习惯每个段落大拇指指弹一个重音 这首乐曲很有意思 大家听一下第一段 同学们你们应该已经发现 这里面的大拇指很奇怪 这是一个练习大拇指的开始 这首乐曲没有什么特别的难点 主要是大拇指的连续使用 下面我会很慢的翻段 注意我的手指没有松开 而是一个一个逐渐增加上去 在这里注意一下乐曲上安排的手指 是二一四 下面这两段其实很简单 就是五三二三一三二三 这里拇指多了一些 但是它还是很简单 下面又全部都是五三二三 下面又全部都是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这样其实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玩法 你可以把大拇指的音弹得重一些 其他手指的音弹得轻一些 弹出大拇指的一条旋律线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次弹出大拇指的音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